过去要看到跆拳道教练吴冲哲 只有在明河国中 但现在来到水里商工 可以看见他来上课 因为在教练的努力之下 现在从明河国中 毕业的跆拳道队学生 都能够进入水里商工体育班就读 吴教练也指出 一开始将选手往外送 但发现中错率偏高 因此就与在地的高中来谈 完成三极致 针对我们部落的孩子 能够在我们佐水溪线 能够完成三极致的体制 因为早期我们有都送到外线市 送到外线市发现到一个就是 中错的比例变高 因为造成家庭的负担变重 比赛的费用等等 然后离家你看看交通费等等 住宿费等等 所以变成额外的负担 变成造成家里的困扰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来跟水商来谈 希望能够来帮忙我们部落的孩子能够完成 在我们这个新立乡的这个佐水溪线的三极致 校长徐文法指出 在了解吴教练的用心后 也成立了跆拳道队 不但成绩优异也期待未来能成为体育班正式项目后 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选手 明和其实他们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选手 那很期待的时候能够在地能够升学 那学校体育班也接纳他们来这边参加训练 那也很感谢吴教练 无缘无悔 他都很用心的在指导这些学生 那在去年的那个秋季的那个锦标赛 就在品试的部分就获得四金二银三桶 那我们很期待就我们跆拳队 未来成为正式我们的体育班的项目之后 也能够为我们的国家 为蓝头线也为本校争光 县议员陈昭肯定校方以及吴教练的用心 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将在地的学子 留在本县未宪征观 吴崇泽教练 对了我们民后国庭这些孩子 实在是非常感兴 但是似乎在外面 设置之后 它的种植率相对的提高 所以我们经历的监督 这次要特别来感谢我们水里江山 可以来收我们自己老来的这些资金 让他们有家庭的温暖 而且不要让他们太厉害 我相信对他们的训练就没有效果只有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主地老来自己 为我们蓝头 在中国运动会 或是中国中校运动会的时候 都可以发挥他们的缘统 为我们蓝头来打拼 吴崇泽教练在水里山工 成立跆拳道队之后 是目前南投县跆拳道项目 唯一落实三级制的地方 选手从国小 国中到高中 都能够留在在地就读 接受专业的训练 陈一远也希望 藉此能够将优秀的人才 留在县内 为献真光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